接下来方程老师要来介绍 关于这个图形的比例 跟它方程式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最主要是来讲二次嘛 我们其实来看一下 我们最简单的二次的图形 就是y等于x平方 y就是fx fx y等于x平方 那这个 这个同学都知道 这个图形应该画出来长得好 大概是长出了 就这样 这个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 没有 好 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说 如果呢 我把它 这个改成 新的方程式叫做 x-掉 这个3的0八 诶 那那图形会把 应该怎么画 那第一个也就是说 像这个 最 最 因为在左向上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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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1在 所以开左向上 最小值是当x等于1 多少的时候 x等于多少 那有最小值的0 对不对 当x等于0 会有最小值 对不对 y又会有最小值 对不对 y又会有最小值 x的最小值 那在这里呢 x等于多少的时候 然后 y 或者x 也最小值 等于3 所以当这个等于0的时候 所以这个x等于3 对不对 所以 最小值 也是一样 可是它已经跑到2 3 最小值已经跑到3 所以它这个整个图形 它会往哪边移动 往右边移动 就是说它已经跑了1 2 3 它已经跑掉了 移动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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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h的时候 就是x 如果把方程式改成x 减掉h的话 其实你的图形 你的图形呢 是向 1有1 原本从0 0 跑到 这个0 对不对 所以图形呢 向1有1 h的单位 如果你是0-3 那就是向1有1 3的单位 右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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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 1 在h 当位 好 所以 图形向右1 h的单位 x就要改成x h 这样可以吗 图形向右1 h的单位 x就要改成x 好 如果图形向右1 h的单位 x就要改成x 1 2 3 分析长这样 那你会发现这个 我直接写 许个例子就是 f x 等于 x 平方加 3 那你就会发现是 这个 y 值其实是原本 f x 这个图形 整个每个地方都加 3 那整个都加 3 就是往上移 所以它的图形就是 跟刚才一样只是往上面移 3 所以它最小值是跑到这边移 3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图形是向上移动 所以你向上移动的时候 你的方程式是怎么改呢 这个就是 y 你看 其实相当于把这个移过去 这个意思一样 y 减 3 等于 x 平方 原本是 y 等于 x 平方 现在改成 y 减 3 等于 x 平方 其实相当于 y 改成 y 减 3 可以吗 有没有看出来 所以果理式 这个方程式是 y 把 y 改成 y 减 k 的话 那你的图形呢 图形呢 是向上动 那刚才这个是 3 那图形是向上三个单位 那是减 k 那就是移动 t 一个单位 知道你会吗 所以如果图形向上移动 t 一个单位 那 y 就要改成 y 减 k 这样有没有问题 看看它这边有问题 没有 好 那我再问你哦 那果是 不是向右移动 是向左移动呢 如果 加了吗 对不对 好 比如说 x 加 2 的平方 x 加 2 的平方 x 加 2 的平方 它最小只是 x 等到 不会吧 所以这个点啊 负 2 的平方 对不对 那其他的都一样嘛 好 所以这个地方 那其实从 0 跑到这边 是向左 对不对 向左的话就是加的 好不好 向右 好 所以你如果向左 h 的单位 其实就变成 x 要改成 x 加 h 这样可以吗 那你说向左h 其实就可以相当看作 向右 向右负 h 向右负 h 那向右负 h 的话 本来向右的话 就是 x 减掉 那你减掉多少呢 就是这个值的 那这个值是负区啊 那这个不就是 x 加 h 值 负区 得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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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是 x 减掉 要加 h 往下 往下 一大部分就是 x 减要改成 x 减要加 h 我们来自负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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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自负区